中文字幕 李宗盛 盧铺 不知道你们叫什么 年夜饭上 上海人家的年夜饭 好像 餐桌上 甜食会蛮多的吧 八宝饭啊 还有那种 糯米腮糖的 八宝饭应该是 家乡年夜饭 我家乡应该算是 古北 但是我每年会回广东去过节 然后我们家是客家人 然后我们家餐桌上迷不可笑的一道菜 那就是 叫什么来着 等一下 亮豆腐 豆腐里面是有 竹笋 然后我还有些什么 就是菜 亮豆腐 然后还有一个是 那个我们那边本地的一种 籽巴 就是那种 有点像那种 有点像粽子一样的东西 大概不是粽子 我家里每年 三香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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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就是在酒店 稍微说什么 想想啊 就是一定要的 就是会有鸡肉和鱼肉 还有鸭肉 连下雨都会有吧 就是 什么 别的的话 一定会吃小吃 虽然说我是南方人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酒店的 那些餐子也都会必备吧 就是雪姨小吃也会有 所以还会有汤圆 年饭之一不可少 一道菜是我外婆做的八宝菜 完美 水饺 鱼啊 鱼 肉 年轻有鱼 我们家也关注 肉 什么肉啊 什么肉都不肉 没有没 好可好感觉 鱼啊 因为就是每年过年嘛 然后必须就是家里肯定 而且鱼会是最晚上的 因为会说有年年有鱼嘛 年夜饭嘛 然后要第二个新年 我不想吃 真的 年年有鱼 我也这么想 有 但不是我准备 所以我不知道 就负责吃了 忘了 饭子 因为北方人们家里都喜欢 尤其是过年的时候 腾腾圆圆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吃一些越腾腾的饺子 什么 比较有年了 果然是在这种肠子里面 加入米 哇 那个东西我一点奶奶不做 我可以念到鞭 真的鞭 是那种 还有损 那个老损 老损和那个黑肉 是真的非常的好吃 真的是 我觉得这是上海桌上 一不可少的一道菜 可以吃 如果说家里过年的话 应该是 饺子 但是 现在四川 其实还会有肚子 肚子特别好吃 可能有些人接受不了 谢谢观看 na特别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